用那個小坦坦然後又用那個地盤 到時候一定會把它剪得 我很髒 塑造我很髒的形象 沒關係啊 我就很喜歡 Hi GQ 我是宋柏惟 這是我十個不可或缺的單品 我的鬧鐘 因為我是一個用手機真的叫不起來的人 我就是需要這種很高頻的聲音 我才會從我的夢境清醒 我之前拍一個節目叫開始參車交朋友 因為我跟Kit哥同一間房間 然後我那時候帶了一個比這個更吵的鬧鐘 每一次Kit哥都醒了但我都還沒醒 然後他就很不爽 他就把我鬧鐘摔壞了 他在節目結尾的時候 他就買了一個送還給我 他好像快沒電了 他平常會更大聲啦 OK 我的沙靈 他呢就是我錄音的時候的節奏組 因為我住在京美新店那邊 然後小時候喜歡去山上 然後去西邊玩 或者是以前有時候會去海邊玩 我就喜歡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石頭 然後我就會把它撿起來 你有沒有聽過不能在海邊亂點石頭故事 我真的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沒聽過就算了 好 OK 睡覺的小坦坦 不管是夏天冬天 我都會蓋他 他已經跟我非常非常久的時間了 我真的很喜歡就是這種摩擦的感覺 他已經被我摩擦到就是 那個係數有越來越高 我就是喜歡他的那個觸感 所以我腳就是一定要摩著這個東西 我才會覺得睡得很舒服 你們不要那麼質疑的眼光看我 OK如果我穿著內褲睡覺 或者是穿短褲睡覺的話 我腿露在外面了 我就會想要摩擦他 是很有安全感 懂這種感覺嗎 我最喜歡的一個太陽眼鏡 他說我大學畢業那一年 我去布拉格 我在當地的一個 去一些景點的7-11 不是會有那種可以轉的墨鏡架嗎 然後我真的就是在上面隨便挑了一副 可是那邊的每一副真的都滿好看的 不過他已經陪我很久了 從22歲到現在 也已經六年了 對啊 想不到吧 他可以這麼堅固 然後還沒有壞 我的手錶 它是我家人送我的 比如我就會放在我的編曲 電腦桌那邊 其實就會讓我很安心 時間這個東西 也一直是我創作很常使用的一個素材 我喜歡關注這個東西 然後有時候坐在那邊一整天 看著時針 看著秒針在跑 然後你會感覺到 這個世界還仍然在運行 因為畢竟有時候編曲或是做音樂 你就是關在一個密閉的房間裡面一整天 這是我的EP 這張是18、19年的時候的分開水的那張EP 然後後面這一張呢 是週末的EP 我那時候就是跟我朋友 然後在他家 然後用很基本的設備 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我們可能都會一直在亂聊天 然後亂jam、亂彈 然後把它紀錄下來 剪輯成這三首歌的現在的樣子 然後這兩張是我覺得 音樂上的累積啦 所以我覺得它絕對是 我不可或缺的單品 就是它放在家、放在哪裡 我都覺得很滿意 有點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樣 2020年發行的雲的距離 然後想說也是單曲就是 我就想要出一個週邊 它是不是看起來很像Windows的桌布 我旁邊還有我的小千里 我覺得絲巾的材質就是 輕飄飄的 很適合雲朵啦 然後我們那時候的拍法 就是把它這樣蓋在臉上 那一陣子很熱衷於 把它綁在脖子上 可以讓我很中性 然後也是我想要給別人的感覺 Fender Champion 600 它是我學電吉他的時候 數位已經滿普及的了 就是當時已經是用筆電 用一個Plugin 就可以直接從喇叭裡面 幫你模擬一台音箱出來 然後可以模擬各式各樣的聲音 可是我後來就真的想要 聽一下類比的這種聲音的時候 我第一個選擇就是去買了 這一顆音箱 它其實是我二手買來的這樣 我覺得它非常漂亮 放在家裡就很開心 到現在都還有在用 很懷念的聲音 我最好的朋友 Fender 的 Shred Cluster 這一把是我人生買的第一把琴 它叫做亞瑟 然後我覺得它聲音比較像年輕人 所以幫它取了一個這樣的名字 一開始玩音樂到現在 它都一直在我身邊 然後每一首創作也都有它的聲音會出現 對阿很好聽 我一直都有使用它 我的第一把琴 這是我的地毯 我如果在一個很吵雜的環境裡 我想像一個安靜的空間 我可能就會想到我那時候 坐在這個地毯上的那個時光 可能一個下午邊聽音樂 然後邊看看書啊或是幹嘛的 我很喜歡它的質地 它摸起來也是很粗糙啊 我就很喜歡這種觸感啊 就是有刮手刮手的感覺 會讓我覺得存在感很重 然後很紮實 那它這樣用什麼 八年 八年沒洗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很好摸 你摸摸看 以上是我十個不可或缺的單品 我們下次見 掰掰